差不多一个月前开始 突然非常快的速度 我走下一个牙齿 后面有个洞 我现在看看还有什么信息 我看到海上有一艘比较长的 一艘船看起来很长 一艘船呢 海上有一艘船 好像停在那边好久没动了 好久没动了 好久没动了 停在那边好久没动了 好久没动了 对面也没发布什么信息 人家也不知道 反正因为这个好像藏了一个什么秘密 在那边不动了 如果有问题呢 一般来说停靠到它特定的地方 它在海边 在海上那边好久没动了 好久没动了 好久没动了 船上有没有人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也不知道 就看到一个船看得见 人看不见 船看得见 人看不见 这个时候我看到 天上的小飞碟 一个小飞碟拉着这个大船 当然这个飞碟也有工具大小的 这么小一个飞碟的话 显然把那个船从海上提到上面去 是提不起来的 但是你拉到那边 走不了 拉到是实现的 能够实现的 也就是说 现在看来 那个船停在那边好久了 应该从那个 那个废地有关 那个废地有关 飞碟上的外星人也没向上通报 也没有请求外援 就一直拉着他 一直拉着他 一直拉着他 拉着他 反正也就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一下声音不对了 我那个 一直拉着他 再仔细看 下面 原来船下面有个泉沃 船的下方 有个漩涡 有个 一个深大海底的一个大洞 也就是这个洞 要比那个船的长度要大得多 那个直径要比 那个直径 那个直径要比那个 船的长度要大得多 也就是说这个船 可以吊到那洞里面 可以吊下去 可以吊下去 然后呢 飞碟就拉住那个船 让他不要吊下去 不要吊到洞里去 所以是在那边拉着 也没有好像 增加圆柱什么之类的 也就是说 地下有个洞 海底下有个 有个大洞 水啊 往里面流啊 外星在顾虑水 有的是往天上顾虑 沟地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大悬窝 一个大悬窝 大悬窝就是 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洞一样的 在往下悬呢 原来为了不让那个 那个大船呢 掉到洞里面 让他不要掉到洞里面 那个飞碟就一直 一直拉住它 飞碟的这个作用 能够就保证那个船 不陷到那个悬窝里面去 明白了 难怪我说那个飞碟 小小的 也没有说 把那个船要提起来 也没有什么会过 原来他在那个工作 就是让那个 那个船不要掉到洞里面 知道了 明白了 好 再见 再见